Selina登上了大陆名人演说节目 含泪分享人生经历的两大难关 烧烧跟离婚 她自我剖析跟前夫张成中的离婚主因 是错在太自我了 也表示离婚是她主导的 但是她依旧想当浪漫的女孩 也期待爱情到来 真就是这么奇妙 你一关过完之后 还是会有下一关在等着你 接下来我面对的 就是我失败的婚姻 上大陆节目分享人生经历 除了招伤打击 Selina还自我剖析 和阿丁五年婚姻的失败主因 就是她太爱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很多的沮丧 我也有很多的难过 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 勇气只有我 可以给予我自己 Selina回忆拍戏被活稳期间 阿丁一直陪在她身边 他们共同经历 生命中最难和最暖的过程 婚姻的失败 她认为并非一朝一夕 两个人最后拿出勇气 做了决定 而且离婚是她主导的 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只有孤单一个人的时候 我还是会在想 有没有可能 会有另外一个人出现 失婚后依旧期待爱情 Selina笑称自己还是很幸运 以后的日子也会继续奔跑下去 也期待出现一个爱她的人 言谈间流露勇敢乐观 也成为节目当即最感人的冠军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